股票分析的自动最佳化 那里面的需求大概会有几个需求 最后做出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再切过来各位可以看到结果画面 这里面的话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会需要在旁边加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什么样呢 把前面的这边的资料 前面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把它做完的结果 帮我抠到这上面来 一个一个填上去 那要填什么东西呢 这边有三 三好像是什么 短线 短均线 这个是长均线 有个短均线有个长均线 的值相减的结果 放到这边来 OK 然后呢 这个长均线跟短均线 分别就是在这边 这个是短均线 那短均线呢 就是这个值向上推 推几个 推这个 你可不可以看到短均线的参数 三 有的时候就说呢 它往上推三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这个值 我的理解这样 这个然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写好的那个平均 平均什么 把B30 Offset 就是向上 它是负值嘛 负三个 假设是负三 再加一的话 那就怎么样 就是再推两个 因为它相差 应该是这三个的平均 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然后呢 如果是长均线的话是10 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这个值向上推 所以1234567890 这十个的什么 总 平均 值 OK 这边有一个就是用Average跟那个Offset Offset就是方向 向上或向下 有正又有负嘛 那因为要向上的话 所以是负的 所以这边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负的 锁定固定是第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列的部分有锁 然后原来那个要加回来 就是再加一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长均线跟短均线的平均值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要取的这个值 是把长均线减掉短均线 所以把长均线 再减掉短均线的值 放到这边来 那把这个值怎么样 再抠到列表里面 所以这边的值会变动 三 可能它这个地方的话 将来会是三 什么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一直以此类推 然后最后会把这个值 分别把它列出来 做完的结果 大概是像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是已经写好的 这个逻辑上如果没问题的话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长短均线插列表 按下去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跑完 并且把这个结果把它秀出来 不过 陈志豪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出来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 最后还有一个需求 这个范围里面呢 哪一个值最大 最佳化 因为同学然后问题说 没办法理解这个地方最佳化 其实可以把它拆开来看的 你最后跑完之后 勺里面最大的把它标成黄色的 其实我就写了一个 不不 更正一下 应该是上面这个 因为我写 我后来要改一下 最大的 其实就可以用那个蜡取 去找 蜡取第一个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找 你要几个就有几个 比如说我要标那个第一个的话 那我就是 这个把它清除一下 最大那一个就这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几个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找到把它标上去就好了 所以 最佳化应该是 第二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只是说把那个结果算出来 然后把结果填上去 怎么样把那个结果填过来 也是跨了工作标 对 然后要把结果算出来 自动帮我放上去 我不知道 如果这个部分的逻辑 可能有不太正确的 那就再请同学再跟我讲一下 因为这是我的理解 我想应该没有错吧 OK 因为这个我也看很久 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真的是有时候隔行路隔山 有时候要把一个 如果还好同学写的真的很清楚 我还记得你真的可以写书了 你可以把那个 而且我发现好像这方面书籍还不算太少 什么城市交易的书籍 而且还卖的不便宜 而且网路上我查了一下 哇好多那个想要学这方面的人 真的不在少数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又是把那个 股市的专业跟VBA 要把它连接串连在一起 真的就是不太容易的事 不过还好 后来想一 这个也花了我一点时间 我想了半天 其实写城市大概只花五分钟 可是我光看那个逻辑 我刚才看了很久 我后来发现终于有点懂了 这里有燃起 我开了一个另外一扇窗 所以我将来也可以 不是要跟分析师抢 只是我也许我可以比较理解 怎么去把大家的股市方面分析 可以把它写出来 OK 这里我想各位先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我们的需求大概就是 把前面 我刚刚讲的 它这个地方长均线短均线 这个地方数字会跳 跳一跳之后的话 自动把这个结果call过来 call过来会有什么 跨工作表资料转移的问题 所以你在转移的时候 前面要加上它的许子名的名称 否则的话会call错 那先看一下 等一下再解一下 这个地方 两个步骤 一个是怎么call过来 怎么样把最高 其实前面几个 你前面三个也可以 前面五个也可以 你要上不样的颜色也OK 那